台语叫做哈巴塞,国语叫做开口狮 有开口狮就会有闭口狮 闭口狮是通常是嘉义以南 这个南部的狮子 他们是没有办法开口的 但是呢,在北部的开口狮呢 是位为特色 他们的表演呢,可以说 这个位为新的风貌 同时呢,我们今天参与的 这个金狮团的团队 可以说都是有在新传 都是非常年轻的这个同仁 待会儿呢,要带来非常精彩的金狮表演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两只旗子呢 上面印的是挪扎跟杨检 通常呢,在狮团啊 相传的这个守护神啊 就是我们的挪扎跟杨检 来庇佑的这个金狮团就对了 好,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拿着红彩球呢 要表演的就是 这个彩球 帕塞萨来引领的这个狮子进场 这个开口狮啊 最精彩的就是罪狮的表演啊 如果主办单位把这个啤酒放下去 就知道要表演罪狮的角度 来,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金狮团呢 可以说啊 表演的老师们都非常的年轻 我们看见了台湾庙会文化的希望啊 以及传承啊 哦,通常要会打武术哦 融合着武术的元素的表演 这个呢 叫做开大小门 来到中间点三项 闪眼睛 再来一次 再点三项 哦,这个是引领师的一个固定的版路啊 哦,这都是我们祖先啊 老前辈传下来的这个 这个记忆啊 民俗记忆 谢谢 哦,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些人都非常年轻 不得哦 近来 攻打蓝三顏后 咖啡八海高粮啊 漂亮哦 嘿 各位,我们给他们掌声一下 好 謝謝 我們金師團 三重鱷魚哥辛苦了 車路頭 我們的金師團 越來越有名 九月要大贏 中壇元帥開光 大家 尹謹期待 在網路上FB大家都家喻戶曉 台灣的文化 真的要靠你們 台灣的廟會文化 我們看見希望跟未來 真的是要靠這一輩年輕人 很不簡單 也很讓人感動 所以各位 我們對台灣自己本土的文化要有信心 我們對我們自己的廟會文化 宗教文化要有健身 好 接下來我們中間這個獅子呢 叫做探香瓦 通常都會先彈路啊 再來呢 看這個龍虎條 來看大小平 小小角來看人 都有很多的老前輩 都傳承非常多的記憶在啊 這個獅子看臨怎麼看 大小編怎麼開 我們很開心喔 可以看到現場的年輕人 他們願意接棒跟傳承 我們台灣非常寶貴的 這個開口師的這樣的一個表演技藝 那通常呢 談到詩藝文化呢 最重要最重要最有名的呢 就是我們三重自立金師團啊 啊 我們的福福 傳承這一脈呢 可以說啊 在台灣啊 在北台灣來說呢 這個舉足輕重 非常具有代表性 就是我們三重自立金師團啊 把我們的金師文化發揚王大 也非常多的周邊商品啊 可以找我們的許玉泉 許老師 這個FB都可以搜尋喔 各位呢 可以看到他們的操演 非常的投入 專注 還有認真 我等一下把他拉回去中間 要丟 好 今天要幫我準備 各位 他們喔 平常都在廟口練功喔 要練蹲馬步 青蛙走路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齁 我們在直播上啊 都有看到耶 嘿 排上三分鐘啊 排下十年功啊 這個汗水 還有心中的淚水 只有他們自己能夠知道 齁 這個馬步啊 要蹲啊 齁 要操演 非常的不容易 掌聲給他們鼓勵一下好嗎 水 很認真 很投入 厲害了 這個表演的反路啊 一套接一套喔 來風車關公道團圓啊 千里羅德三五步 百萬平馬六七人啊 來看看這場叫做台塞的表演 台塞這就是有名的套路 其實那隻塞金服不知道這支叫做大刀 所以我們的老塞夫發明了一場 這場叫做台塞的番路演出 他們有非常多的身段還有非常多的走位 好 好 好 掃腳 過來 去 這個都有很認真的練習 很不容易 一邊要舞獅一邊還要躲 很漂亮 這樣 他會喘 各位他之前很胖 他現在瘦很多 給他掌聲一下鼓勵好不好 要人家這支大刀不簡單 都要胖了會漂亮 關公大刀 千里羅刀 三五步 百萬兵馬 十七人 我們的金仔 看看這支不知道什麼叫做大刀 他非常好奇 你啊 哎呦 打開 各位我們現場看得到的這些都是從我們的這個老師傅啊 他們在鎮頭記憶傳承下來的很道地的功夫 今天各位不用到傳譯中心去啊 在現場我們就可以看得到精彩的金絲表演喔 好 好來 左右邊他都踢完了 回到中間 之後齁這個拿大刀的齁 應該來穿個戲服齁 嘿這個表演的版路上面就會更漂亮喔對不對 嘿準備一套關公的衣服給他穿 好厲害啊躲過這個大刀啊 現在兩個雙方都累了 你會累我也會累 你想扛我我也想要吃掉你 怎麼辦 現在雙方正在僵持啊 發生的僵局啊 趕快照新聞局來報導一下啊 啊這個人跟師發生的僵局怎麼辦 他們很認真喔喔這個我們選右金字團又選金字團 喔他們很認真喔真的很認真 對 對 對 啦 因為 鞋子 對 對 而且 對 對 對 我們 對 現場有很多的舞獅高手也在現場 我們現場有很多的這個高手 都暗藏在我們的觀眾群裡面 大家都在觀賞著 到底認不認真 掌聲給他們鼓勵 大廣東 現在無人精力去一場 大廣東 哪當然是 上廣東 哪長零 哪長零 哪老ior 哪長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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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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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